我到蜜卧村了 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爱泰村 班达泰 这里是泰国新兴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每年都吸引很多泰国人访问这个云南村 这个村子坐落在泰缅边境 在泰国西北角的叶范松府 距离清迈250公里 其中超过200公里都是蜿蜒的山路 到达这里需要转过2000多个弯 我相信晕车的朋友们 一定会在这里留下难忘的回忆 你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12月7号 现在下午快两点了 我刚起来没多久 昨天到这个蜜卧村以后 洗洗很早就睡了 前两天在这山上骑行 一直都非常的冷 我的这个准备的不充分 然后昨天又加上摔车 身体可能有点紧张 现在浑身酸疼 然后昨晚开始 一直到刚刚起来之前 一直头非常的疼 但是我现在感觉恢复了很多 所以就出来转一转 这里开门以后 从我的这个房间开门以后 就能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没有曾感觉很不错 现在我昨天到了 以后就洗了衣服 我现在整个还穿着这个白色的外套 还藏着黑黑的 它还行 绝大部分都洗掉了 也破了一个小口 也破了一个小口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睡三个人 可以睡三个四个 里面有盖的东西吗 有 看一下 都是有被有枕头的 有 三个人可以睡 几几四个人也可以 四个人可以 请问您的中文是 在哪里学的 我在云南学的 在云南 那您是后来才过来的 后来我才过来 您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过来的很小 很小 那是跟着父母过来的吗 我跟父母过来 那您的父母是国民党吗 国民党 我的父母来的 他有 我的父亲有十八岁的 他就出来了 您的父亲十八岁就跟您的妈妈 就到这里来了 不到这里到国港 国港是哪里啊 国港是中国出了一点 缅甸吗 缅甸三个国港 先到缅甸 然后再到这里 这里很多人都像您这样 是吧 都跟您一样 是吧 一样有 不有的有 也有 民族也有 那这边我们 大部分人都是华人吗 华人多 华人多 华人有一份 杂人有一份 杂人 他有 他有那个苗子 苗子 还有那个 叫什么啊 穆斯林 穆斯林也有吗 他在这里啊 以前他是 他以前没有 以前是三军家 知道吗 三军 就是国民党三军 只有三军在这里 人有三军在这里 全部都是三军 全部都是三军 没有苗人 没有穆斯林 现在才有 现在才刚刚才有 就是说这里过去就是 全部都是华人 全部都是三军 三军的 三军的 哦 您记得您哪年来的吗 我不知道哪年 不知道 那能问一下您贵姓吗 我姓金 姓金 金字的金 金字的金 哦 那您的名字您还记得吗 我的名字叫金光美 金光美 哦 那您还会讲云南话 云南话 泰国话 泰国话一点 泰国话一点 那咱们这里主要是讲 中文的 主要都是讲中文 那就是村民之间一起都是中文跟云南话 云南话 云南话跟中文 哦 哦 今年生意怎么样 没有什么生意 今年生意不好是吧 不好 什么时候是旺季啊 就是人比较最多的时候 一年一年当中 云南之间呢 在有两个月时间嘛 两个月 是从 泰国的二十年了 就是十 十 冬月 那月 十一月十二月呢 十一月十二月是最多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季节就开始淡了 就没有人了 没有 就这两个月 两个月 您这个位置真好 这个位置真好 很棒 很棒 嗯 好 那您住在哪里啊 我就住在这里 啊 这是您的房子 这是我的房子 哇 太好了 哈哈 太好了 好 那谢谢您啊 简阿姨谢谢您 没有 阿姨再问您最后一句 这个这个湖 这个湖是过去就有吗 过去没有 过去它是一条沟 啊 一个沟 啊 慢慢的是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今年有三十四年 今年是第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这个湖 嗯 过去是个沟 是个沟 啊 三十四年前建的 这个是台湾家来弄的 啊 台湾人过来弄的 台湾人过来弄的 哦 那这个弄的很好 很棒 很棒 是吧 就有之过的很棒 很多 是啊 就因为这个湖 这里变得更漂亮一些 对 以前没有什么 啊 以前就好像有过山 有一条沟 就是山 然后下面是个沟 啊 啊 这沟一直往下下去 挡下去 啊 第三个 这里一个下面有两个 下面还有两个 那边也漂亮吗 漂亮呢 是没有人家在呢 啊 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 还是有个 还是跟穿一样的穿 啊 啊 好 那我们这里的路 也是台湾人修的吗 台湾人修的 一部分呢 这个是泰国人修的 啊 路是泰国人修的 有一部分是台湾人修的 嗯 我看这个路修的也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边来是泰国家修的 哦 村子上嘛 台湾帮忙一点 这种这些一点一点 啊 一点点 村子里的一点一点 台湾人帮忙 哦 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 哦 原来 我就想嘛 这个湖不可能是 过去一直都有吧 原来是 台湾的朋友们过来给修的 给他们这里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啊 就因为这个湖 沿着这湖的这个四周 这个形成的这个一个小商业圈 看这个 这个是刚才那位金阿姨的房子 他在旁边也是他的这块地 弄了两层 帐篷 一千块一个帐篷 其实也不算太便宜 但是可以 要是要是睡上三四个人的话 还是挺 还是还可以的吧 还算可以 毕竟这里景色很美 然后这个 这小小山坡 这这边这边是西 这边是西边 这边是北边 这个这个方向 这前面这一大方向就是 过了这个山就是缅甸了 这里离缅甸边境非常的近 我也找一个漂亮一点小店吃个饭 这个补充一点能量 那就这里吧 这看起来挺好 这的老板也讲中文 这个这都是什么东西 就是面 有鸡肉饭 鸡肉饭 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怎么叫 饺子吗 是饺子 饺子 有水椒 做麻辣而已 吃辣的 吃辣的 慢慢就做 好可以 好 请做 有什么喝的吗 你们的中文为什么会讲的这么好 这里有中文学校 有中文学校 对 现在还还在教书吗 在 现在 我一教了 如果星期到星期五的话 六点到八点 上课 晚上六点到八点 对 是小朋友去学还是 对小朋友啊 应该有到六年级 六年级 一到六年级 一到六年级 下面有那么大 好 等一下去看一下 一百多个人 对 现在就来尝一下这个老板 给我泡的这个乌龙茶 嗯 嗯 有种 水果的清香 然后感觉不像是乌龙 有淡淡的铁观音的味道 嗯 然后有一种花香 嗯 老板这个茶里面是不是有花 有点香味 是不是 对 很香 有点香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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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鸡汤加这个 感觉像是鸡汤加的 呃 老干妈的味道 里边有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饺子 就猪肉馅儿猪肉蔬菜馅儿这些蔬菜就不知道是怎么看 啊李老板听说这个壶是台湾人过来修的是吗 啊是的 是什么台湾人过来修 为什么要修这个壶啊 因为我们这个村里是全部是九十三师的厚大 九十三师的厚大 是国民党的厚大 是国民党的厚大 对啊 那是台湾的国民党的人是修的吗 台湾的 台湾的国民党过来修的 台湾的国民党过来修的 对 哦 因为种的 因为你开车进来你看看 旁边的全部是茶 也是台湾人种的 啊这个是乌龙茶 对啊 啊是台湾人过来种 对种的我们 有些是修了我们的房子啊 盖房子啊 盖房子 对也帮助盖房子 这个是台湾人盖的 台湾人盖的 对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过来帮助你们的 有五十多年了 十多年前 五十多年前 五十多年前就开始过来 对 这个是柠檬吗 对 这个是柠檬的 和那一切 那是 allows 我 если可以选业 是 这个是大家的 田野草 田野草九 冲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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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遥干